采访报道 另外谈到人寿保险 一般民众的观念就是这人往生之后 才能够受益的传统人寿保险 不过其实啊 现在人寿保险的总类有很多 而彼此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差异呢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当中 华星保险的专家就要为您来做着 进一步的解说 要告诉您投保人寿保险 应该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种人寿保险呢 一般分为定期保险 那还有终身保险 定期人寿保险呢 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保费 在一段期间内可以让您得到承保 那这个年数通常可能是10年 20年30年 现在我们说最多都可以保到35年 所以说针对可能经济能力有限 但是又希望可以给家人一个好的 安心跟保障的朋友们来说 可能定期受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或者有些朋友也可以选择终身受险 那它自然就是伴随终身的嘛 保费虽然是要高一些 但是现在其实都可以保到121岁 而且因为你在保险公司里面 投保这么久 它也是有一定的现金值在里面的 对 所以今天看根据您的需要 您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 而且就是说 即使你现在已经有了人寿保险的话 不代表就OK了 那因为如果说你已经买了很久的话 要常常把你的保单拿出来看一看 因为您现在的需求 说不定已经不一样了嘛 有没有在过去可能说 添了一个小龙子或者是小龙女 或者说因为现在生意做得很好 如果说您的经济状况已经飞黄腾达 说不定你以前投保的那些保额 现在已经不能就是说 满足你们家人的生活需要了 所以说一定要经常拿出来看一看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下一次将会为您来解说 人寿保险的适用对象 而这星期六的晚间 华星保险还会详细的解释 这退休账户以及新型人寿保险的内容 请请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测定收看